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10月21日 今天是星期一 我們繼續來到星期一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更加多 的最新時事 還有 詳細討論 這個星期我們跟袁爸爸也會出席在德國的一個論壇 這個論壇 是由中國內地的民主朋友 民運人士 是舉辦的論壇來的 這次這個主題正正在說要連結眾多不同的勢力 即是說西藏 新疆 台灣等等 我們 當然會有時間再跟大家講講 到底 有沒有什麼 再分享 我們跟大家每天講時事之餘 最重要的一個 核心議題 仍然我們是作為 民主派人士 即是說我們希望 香港有朝一日 能夠擺脫中國共產黨的魔爪 同時也希望 中國內地能夠將中國共產黨 永久消滅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揭露中國大陸的經濟問題 所以我們在討論中國大陸的經濟問題的時候 還有香港也是 我們並不是想任何人 是有事 但是 不要忘記香港港共政府 還有中共政府 就是躲在所有的經濟背後 在蠶食 整個國家 還有地方 而變成他們 政治維穩力量 所以 中國大陸如果經濟崩潰 到最終 中共就沒有辦法作惡 甚至乎有機會倒台 這個也不是主觀願望的問題 而是實際上正在發生 所以 時間仍然在我們那邊 只要大家 努力繼續等下去 真的叫做鬥長命啊 中國大陸 是沒有可能繼續長期維持 他的經濟增長的 甚至乎現在根本就是經濟大倒退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揭露 是中國大陸 的汽車根本是叫做大賤賣的 因為有專家 分析和比對過 發現中國大陸 的電動車 不僅是大制銷的 也根本就是大賤賣 由於中國大陸 是大大力生產電動汽車 我本身 原本並不討厭電動交通工具 因為我最早可以四處去 坐著一輛電動電單車 而當初 也是透過 你買這個 你一定會買到大陸貨的 不用討論這個問題 就算你現在枱頭 的任何一個 可能是枱頭燈 或者是電風扇 基本上 都是中國大陸的 由於初初 就是有小型電動交通工具的 或者是便利 所以我也覺得這個電動交通工具 又環保 又方便 又好用 曾經我也有這個想法 好 後來 就是再仔細研究 現在的電動車 的產業 再發現 大部分的電動車產業 都是來自中國大陸 大大力推動的 原因是因為中國大陸想吃盡 整個世界就是這個環保產業 在歐洲有一句言語 又或者叫金句 就是在說環保 是大生意來的 那是甚麼意思呢 那是字面的意思 只是搞環保 只是搞生意 在歐洲 西方世界這些那麼先進的地方 搞環保產業已經是一門大生意來的 即是根本跟那些人是不是真真正正支持環保 是不是真的想救地球已經沒有關係 我及後才發現電動車不單止 並不是想像中那麼環保 因為現在 很多那些所謂報告 電動車 零碳排放 是完全沒有計算電動車 產生出來 其他對環境傷害的部分 是完全不計算在內的 電動汽車的問題我和大家也討論過很多 既然有汽油車本身存在 或者叫燃油車 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燃油車的基礎建設 已經等於在世界上 出現了過百年 所以 歐洲無端端說要推電動車 基本上 是沒有事做 找事來搞的 因為 你不要說就是大城市 大城市已經很困難 就算好像倫敦 更加不要說是外面其他地方 一個國家 不是只有首都 一個國家 是有很多不同的城市 而且內燃機 是緊構著很多其他工業 例如 是飛機 還有船舖 還有其他工具 所以你會發現 全部都轉用電 根本不是辦法 你說再過兩百年 我不知道 但是你說 10年之後肯定 就是不切實際 電動車更加是中國大陸 動用國家力量 補貼的行業 他的目標就是想入侵 整個世界 的汽車產業 甚至乎 控制了這些產業 中國大陸現在其實的電動車 根本是一個傾銷狀態來的 就是用 不正常的價格競爭 然後 去搶市場回來 我們跟大家揭露過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公佈的數據 是無敵的 你看一下 小米 SU7 即是SU7 你就知道 公佈的數據無敵 但是價格 比起 似乎是同級的對手要便宜得多 即是說 徹底其實是一個頂難事的行為 最近有 發現就是做了詳細調查 發現中國大陸 的汽車生產公司其實全部正在虧大本 就算 是有盈利 的汽車公司 的盈利也都非常微薄的 差不多 是等於大賤賣 就算賣了100部 的比亞迪 的利潤只是等於 一部法拉里的利潤 即是說根本就不賺錢 而他們仍然拼命推出 就是為了搶佔市場 中國大陸 在中共治下 學會了 最惡劣 的玩法 就是 全部不是認真經營 而是搶佔市場 總之就是搞金融 再搞打包上市 而大部分這個遊戲 設計都是 向美國學習的 而美國 華爾街當然有份幫中共 為虎作槍 目前中國大陸 虧本最厲害的 蔚來汽車 現在 負利潤是103億 成為了目前 中國大陸 車企裏面最大型的 虧本王 成績相當之厲害了 上年就是上半年賣了 8萬多部 車 而平均每賣出一部 就虧 12萬人民幣 第二名的叫做極湖 極湖 就是平均 每架車 是虧了9萬多人民幣 每買一架 就虧了9萬多人民幣 剩下來還有小鵬汽車 還有吉里汽車 至於有沒有賺錢的 汽車企業呢 是有的 但是就是 例如這個 東風汽車集團 上半年 利潤有差不多接近7億 而這個 銷售汽車數量 達到96萬 真的相當之厲害了 平均每買一部車 賺到700人民幣 還有一大堆汽車公司 包括北京汽車 上海汽車 還有 廣州汽車 大部分他們賣車的利潤 平均都不夠5000元人民幣 接下來就是輪到華為 跟大家討論過的 問界系列 這個問界系列 在動用國家力量 把所有投訴 全部在網上封殺之後 得到以下的成績表 成績表就是上半年 有16億人民幣的利潤 而賣了 是24萬 車 平均每架車的利潤是6900人民幣 你說中國大陸有多可憐啊 就是動用國家機器 在背後維穩 任何投訴問界 的人 包括出了意外 投訴的家人 都被 禁止 這樣也只是換到利潤 是7000人民幣每一架車的 所以 其實大家看到了一件事 就是只要 是長期想辦法將中國大陸的傾銷壓制住 包括 包括 是對 電動車的雪拔 基本上 只要再隔一段長時間 就可以將中國大陸 這些國家在背後 的企業 徹底的爆了 所以不好意思 我對電動車 一點興趣也沒有 好 我們今節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 支持六部空 還有記得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打開我們本台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我們今節時間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運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到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 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閒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